哈喽 大家好 我是Instead 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玩一些游戏 就比如说 王者荣耀 L.O.L. Dokta 完美世界 Mapper Story 等等 你们玩这些游戏要购买装备 你们才能赢得你们的游戏 就好像你们Packfight比较痛一点点 还是你们打人比较痛一点点 你们赢这个游戏才会更加多的胜率 是不是 那人生是不是也是一样 要购买多一点点的装备 你们才能赢得你们人生 所以呢 这一集就难得的缘分 我们就来到这里 访问三位 Dokong Dokong的贾兵 哈哈 先介绍一下 就是水晶宫的老板娘 Angeline 嗨 然后这位呢 就是嘉嘉 是一个Cosplayer 大家好 我是嘉 然后跟大家讲 她自己也是有一点点的 透明能力 还可以看到一些 这些东西的磁场 或者是人的磁场这样的 还有一位呢 就是一直最近出现在我的频道 陪我去探灵的胆小鬼名案 好像有点秒气场这一口气 哈哈哈 哈哈哈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 直接来吧 我想好奇 问问一下明安 嗯 你们对这些 买装备的人呢 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些装备对我来讲 会是一个保护 或者是一个 起来一个 加持的一个作用 因为对我来讲很有用 因为我就比较单小嘛 就怕那些东西哦 那好兄弟 所以我通常都会跟朋友去庙里面拜拜啊 或者是求一些 平安神 啊来 那果然你这样的胆小鬼 真的很胆小 他真的很胆小 需要这些 装备来保护 嗯 然后我就 继续再问嘉嘉一下 因为 我认识嘉嘉呢 也是一段时间了 她自己也是 能看得到能量的 她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然后也是一样好奇 你在什么缘分之下呢 接触这些天竹 为什么你会 配戴这些天竹呢 她主要可以帮到 呃 一个人可以稳定他的气场吧 开始我一年 越来越多人比较 敏感的 他们可以感受到这些 我会发现到最近蛮多人 我身边的人啊 开始带这个 就像我去节目也好 我一直看到有人带 天竹啊 或者是水晶 水晶啊 天竹啊 都可以稳定他们的气场之外 然后像 明安讲的 然后就好像一个辅助 明白 加一步 然后我好奇 好像你看得到能量了吗 我就好奇问 好像这些水晶 肯定很多观众也好奇 所以我帮观众问 他们是有所谓的 好像 能量的吗 他们是散发出怎样的能量的 呃 之前我有研究过 就是一个颜色 代表一个 功效 功效 嗯 可是我 我还是比较 看人比较做 东西就 嗯 因为我也不懂 哦 所以他 没有塑胶 哦 对对对对 都是属于自己研究的 然后这些东西呢 就肯定是有能量的啦 我就想问一下老板 Angeline 通常来店买装备的人呢 都是属于怎样的人 其实我觉得你用装备是蛮好的 对 因为都是装备 对 如果你有欲望 想要改变 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中 他一定是会遇到很多的问题的 可能会是家庭上的问题 最多我遇到的是 很想在事业上会有突破 每个人都想生活变好 生活会有改善 所以通常来找我们的话呢 一般上我们都会先看那个慢轮测试 然后 最对阵下摇 然后去配他们的那个 一个首串啊 或者是天竹啊 这样子去帮他们搭配 所以就是量身定做的 就最适合他 对对对 很多人就是不懂他们应该要怎样开始 而且刚刚他讲的那个什么 转运的那个离九运 其实是很对的 因为其实啦 讲着我们这个大环境 他是一直在改变的嘛 所以为什么离九运离九运呢 我们去研究这个东西是因为 2024年一过 所以你可以看看20年前 他是做一个房地产 然后做矿啊 做油啊 这些东西 他们是赚很多钱的 但是在20年前 就我们所谓的2003年之前 就是做 比如说做赌的 或者是开酒吧的那些 他们就很旺 所以一过来20年过后 现在的2024年 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女性来说 其实是很好的 因为每个时代不同 以前的女生是没有地位的 但是现在的女性 我们也可以有 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比如讲算命论啊 宿命论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闯出 我们自己的一片田 所以现在呢就是很多人就很想要捉住这个运程 就是离酒运 如果你捉到 然后这个时机 大环境你捉得到 然后刚好你对应回你带的东西 这样的话你的气场当然是比一般普通人来的好啊 我觉得他这样的带法是属于正规一点的 因为你看哦 他带的啦 譬如说像650啊 柏花事业以我所了解 因为刚刚入之前我就有问他他是什么行业的 因为他是说那个叫Cosplay是吗 Cosplay应该是基本上还是需要接很多的jobs 所以刚刚他带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你会接到很多的工作 因为这个是他的水晶 然后加上他需要很多的人缘 因为粉色就是佛华的人缘 因为不是爱情 粉色哦他是佛 比如讲桃花 不管是好的不好的 但是佛华这个行业是好的 但是如果今天他讲 我要找另一半 我就不会就好带这个了 所以我看到他带这个的话呢 是很符合他现在的行业 你要爱情吗 爱情我等下再跟你讲 哈哈哈 然后就好像这种什么颜色都有叻 这个你这样的带法 是不是all enough啊什么都可以啊 嗯嗯 不不不不 我那时候不是跟你讲说你带那个60就真的对你很好嘛 你今天是为了拍摄所以才带一次 哦平时你是 为了应景为了应兴 啊 平时真的不要这样哦会很乱 对 实际上会很乱 也顺便跟观众讲说不是越多就越厉害 我觉得带水晶哦就好像吃 supplement一样 如果今天你好像讲 哦我这个我又要我这个我又要 这样你会吃很多 这样你不懂哪一个是最适合你 所以我觉得哦 哦要好是对的 但是不要贪 贪的话会害死你自己 所以你真的是要找到对应的 然后呢对应你真的是好的 你去带才会有效果 明白 来明安你拿出来看 然后老板娘这种情况呢 以你专业的视角来看 让我看看 这是接人工作的时候才去接触到的 哦 这个是你就接人回来的吗 是 是 其实天主的带法跟水晶的带法不一样的 哦 因为天主本身它是玛瑙 玛瑙就好像你看我们的那个水晶洞啊 所以玛瑙就是那个水晶洞旁边 还没有结晶的地方那个我们称玛瑙 生水晶的时候它压力很大的时候 它就会结晶 所以结晶的话呢就是它能量会比较强一点 我们所谓的frequency啦 振动频率会比较强 那其实天主的话本身它是用玛瑙去制作二乘 所以如果它这样的带的话呢 对于它磁场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天主的话呢是带多的话我基本上是觉得还可以 只是讲水晶的话呢真的是要找一个适合你的会更好 因为天主最重要是也有给师傅加持 嗯 对 那我好奇想问贾贾啦 你带这些装备啊 before跟after有什么差别 像老板讲的嘛 老板也讲的嘛 它这个是for事业的 所以可能就是事业那边会开始比较顺 再加上我现在也是自己 自己做老板这样子嘛 所以就会比较顺顺 诶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很自然的故事 因为之前我本来是这些没有带的 我都说为了应景我先脱下来啊 我是讲带的啊 不是这样的 不要学习 之前呢我就来这边跟老板老板娘结缘嘛 对对对上个月了 然后呢我就有Cacola Desk 我真实故事啊真实故事啊 老板跟老板娘就建议我戴佩戴这个 绿油领 戴了怎么样 然后呢我跟你们讲一个很玄的东西 超玄 然后现在讲几个的啊 真的吗 来Clock up Clock up 对对对 那个那个 其实我很想听一下我们有没有真的帮到你 因为其实每个人的速度不一样 所以你戴了怎么样 我跟我的partner有很多想法 我们就有写一些bobozer 我们要讲个人 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 几多钱什么东西 everything啦 我们只是写了bobozer罢了 我们写我们还没有找 这些人自己来找我 嗯 我们就写了bobozer 可能是没有到两天啊 两三天这样罢了 又刚好一位朋友带我们去那个地方 诶 这张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要的吗 不是我们前天才写的吗 诶 这东西 诶 我们要的这个人 诶 这个东西 诶 不是我们前天前bobozer才写的人吗 全部就很巧很刚好 不懂的 哇 阿贝尼就很很巧你知道吗 我们dobozer就好像是一种 这种心理法则这样 哇 我们都小鸡啊 可是我觉得你的那个吃厂真的很好 因为我现在看他跟我第一次看他的时候 你看他的感觉很不一样 我先给你一下敏安 可以啊可以 敏安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一路来都胆小嘛 你带过也是胆小 哇 对不对 OK 好像以前有遇到鬼嘛 我想好奇你带过后有 比较少遇到鬼还是什么 因为我记得还有跟我分享过以前 一直看到鬼的 是 然后你配带过后有 这些频率就变少还是怎样嘛 最主要的是 这些天主是for 工作方面 可是配带过后其实也是有 蛮大的感受 就是比较少碰到那些比较悬的东西 然后工作上也是比起之前的话 也是有比较顺一点啦 因为他应该可以加强你的气场 是 然后你配带过有没有比较勇敢一点点 请看video 好像没有差 没有差 之前比较严重一点的是大学时期 学校的一个活动结束过后很迟啊 然后我们就去bgroup朋友啦 就一起去朋友宿舍 可是他的那个建筑是比较旧式一点的 他们是那种两块木板那样推开的 然后我们回到去已经三四点了 过后我们人在里面 但是我们东西在车上嘛 所以我就跟他们去车上拿东西哦 然后我是走在前面 所以我一打开门 那一刻我就 看到有一个头在旁边 然后整个人 阴去哦 不能动哦 然后后面的全部吓到 喂什么事情 不要吓我什么 然后我也 就阴在那边不能动嘛 过后就讲快去拿东西 不要问先快点 过后结果他们去拿回来看到我的脸 然后吓到 哇怎么你脸这样长白什么事情 到底看到什么 过后就讲我看到东西啊什么 但是他们也是有try to unveil啊就来 诶可能是花瓶啊花盆啊什么这样子 那感觉很真实吗 蛮真实的 就是很明显有一个五官在那边 是哦是男的还是吗 嗯好像是男的吧 就短头发的那种 就一个很凶的脸 看不到年纪 就不敢看嘛 就AIM 到把我后结那种感觉 好像这边呢 很多观众都知道 明安呢最近都一直跟我去探铃 其实在这边呢 我想要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仪式 还是什么啊 大家可能拭目以待 三个月后呢 可能就一点点的不一样 OK 然后我想cue一下贾贾呢 你有什么跟装备有关系的故事吗 然后明安都是 鬼故事啦 然后我都是比较 人负到那种气场的 就是我一个朋友 他可能气场比较弱一点 然后好像去到人多的地方的时候 他就会直接发烧 因为就是气场太乱 那时候他可能体质也比较弱一点 他就不是去鬼屋 就是人多的地方 去人屋 去人屋就会大扫 那还要去鬼屋多一点呢 可能效果不一样 可能那边就比较杂 因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嘛 所以我就有建议他去佩戴天珠 还是水晶就是把他气场稳定下来 然后他就开始带了 然后你看他的气场 还有他的气场有稳定吗 他对天珠过后 之前他是比较散 就比较弱 可是带了过后他就比较 就有比较加强 还有另一个比较好笑的 好笑吗 好笑吗 好笑 好笑 他就拍一下这个 那你也是就另一个朋友 他买了两个半老吧 一个半老 然后两个老好像是这样啦 我也忘记了 我们是说天珠半老吗 天珠 然后他就带了两个礼拜 然后遇了一些事情 就可能就跟众生创造 他只是配带两个礼拜 他全部天珠一起包 裂掉 裂掉 我们就拿去活化 可是他只是带两个礼拜 好可怜 对啊好笑又可怜 看老板娘有提到就 怎么你提了一些半老跟老的时候 你这样的表情呢 OK我只是站在我的立场去纠正一下 其实天珠没有增加质分 但是有分新天珠和老天珠 然后我没有听过听说过有半老 然后刚刚他在讲的时候 我讲半老怎样守回半老 我也不懂多什么 他就是新跟老的忠业 OK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老天珠是有的 但是如果真的是老天珠呢 我们会称回他为自存天珠 但是一般上的自存天珠呢 他的那个做天珠的工艺啊 是失传的 所以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知道以前的工艺是怎么做 所以他们就去访 所以我们现在所有能够接触到的 包括我的你的他的谁的 包括你那个爆料的朋友 都是新天珠 哦 都是法 一个还是做的很像的烦恼天珠 所以因为我们不是闻完嘛 你想像一个古董的东西哦 我相信你朋友买的话 不会是几万块 或者是百多两百钱那一种 你懂那种自存呢 他们是拿去 Auction 的 去竞表的 我记得有个明星好像有 对他那个是自存的 李连杰 对他那个是自存的 你看他那一粒 人家说是多少钱多少钱 其实他拿那粒是送的嘛 但是有人因为是天珠的收藏家 想要以那个天价去跟他收那个天珠 但是如果你讲我们这种平民百姓 包括我的西藏的那个师父 他一生人中只看过真正世尊 是真的自存天珠而已 所以我们这种平民百姓 我们不要去计较说 你手上拿的是新天珠 或者是老天珠 我们要的是能量 所以这个能量呢 最重要的是你拿手你结缘他的时候 第一你要爱他 你要相信他你有共证到 第二就是你的天珠 一定要有给师父去驾驶 对 因为这个图腾是谁都可以画的 如果你想要工厂租 我就要工厂一个礼拜 出一千利一 两千利都可以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有没有真的给师父去念经的驾驶 对对对 那我想问一下老板娘 为什么这些人又花那么多钱 来购买这些装备呢 就是讲真话 第一我觉得我们结缘的天珠 他的价位不高 市场价格我们是多少我不清楚啦 但是我们的话呢 一般上都是以结缘为主的 比如说我今天 因为我会每一次去观察我的能量 然后如果我之前懂 比如说这个东西 他可以帮到我 因为我相信他 当我有工程 我有这个能量 不管他今天什么价格 我觉得我可以买了过后 我会赚得到比这一个手串 或者是天珠来的更加多费的价格 因为我觉得他可以帮到我 但是我不会是完全依赖他 所以如果会想要购买的话 第一嘛就是想要改变现在目前遇到的状况问题 然后第二的话呢有一些 就真的是纯粹为了收藏 因为有些也蛮适合拿来当一些装饰 对 好像都蛮帅的 我放很多好像 也是一种训练 好像一种训练 好像你王子好像比较多费 就比较打人比较痛一点点 看你这样 其实是老板是讲不对的 多费不代表打人比较痛 就好像老板娘有讲说就是 购买适合自己的 那当然了 就是好像你缺一条底裤 你就买一条底裤 你缺一条底裤 一条底裤够嘛 你一个礼拜要买个底裤 开玩笑了 那怎样的装备适合怎样的人呢 现在就看你目前遇到的问题了 还是你跟我讲下你遇到的问题 我可以把他当成顾客 叫来回答你吗 你想要怎样 你的欲望最高 还有很多个男朋友 诶 容易啊 这个真的容易 OK 现在有真来 真的容易啊 你要见过男朋友做吗 不是不是 我觉得他很像 你知道他很像一样 真的可以有很多男朋友吗 所以桃花部分是比较容易解决嘛 像当时候我会想要了解 Roni 你要的这个桃花是针对信手 我真的是想要步入礼堂的 还是有一些人的心态就是 我就是想玩 就是来 我想要试试看 看这个适不适合我 这样的话 佩戴的方式也不一样 但是最好还是做卖轮测试先 因为如果我弄弄介绍你啊 万一等下你交到烂桃花 你过来怪我 你安吉林 你怎么这样 那就不好啊 对 OK 之前呢 我也是有去来这边 卖轮测试了 对 都蛮特别的 我觉得有缘的也可以来这边 那必须的 对啊 反正免费嘛 了解一下自己也有收费 有收费只是暂时免费 暂时免费 暂时的暂时 对不对 要讲一下 这些东西都要明码 明码标价 大家都还会珍惜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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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好像明安哦 刚才讲到这些 桃花的时候 他都很拼命的点头 真的 没有没有 我比较注重在 贵人跟房小人 有没有这种功用的 等一下配到这些真法的 没有 对啊 你知道我们有遇到很多顾客啦 就是讲很多小人 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问你们哦 Ryu的话有小人吗 有 有很多 所以 不要把小人看得太重 把小人画很贵人 对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肯定会有小人 不管你今天做 再好都好 你都是会有小人的 但是 当你爬得越高的时候 小人在你后面 你那么高 你怎么会看得到他 所以不要真的是去计较说 哎我被小人陷害啊 先看自己 有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做好 如果你做得好 小人基本上伤害不到你 嗯 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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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 哇小人并贵人 嗯 就别理他 不要让他影响你的市场 ok 因为现在呢 毕竟都是火运年了嘛 然后很多人呢 都开始相信这些能量的东西 然后很多人开始睡的时候呢 相信大家都会拜神啊 甚至去购买一些念珠 增加能量 嗯 嗯 自由能量又更加 power 这样就可以 变成更多的 然后有些人也会 可能购买一些天珠啊 一些可能 唐卡啊 一些 叉叉 叉叉 一些可能一些有能量的东西啦 就是可以支持自己的磁场 因为我觉得 这个是一种信仰啊 嗯 因为你看不到它 但是如果 如果没有这个信仰 我们可能就会做很多坏事 所以我们从小到大都会被挂属 说要做好事啊 存好心啊 我们看不到这个东西吧 我们心里面有这个佛 对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去求神拜佛 然后呢 我们这次结缘 所有的东西 就是以布施为主 我们不能够说去拜拜来 烧最便宜的香 然后要拿到很高 我爱购买 我爱购买 然后某主讲ok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give and take的 对对对 如果现在我的印象我想 欸你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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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明天我就见不到他了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是give and take 然后even though我们拜拜都好 所以比如说今天 你讲我买这个天珠 自己是买他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结缘的 你结了缘过后 我们这次去做布施 我们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所以我们一直有这种想法 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东西就是 我们想要以布施的方式 然后帮助更多人 然后你就会自然而然看到你的那个 东西会越来越好哦 所以不是讲说我买 我要他帮助我 这个我觉得这个观念有很厉害 就能量好像有求 有得但没有回馈 所以不要讲说我要得了我才回馈 而是我先付出 回不回报这个是其次 回报是bonus嘛 没有回报把我们做了好东西 对对对 好像之前影片呢 我也是有提到一点燕工的东西嘛 对 好消息来了 然后呢就在8月25号 水晶宫这边呢就邀请三位 喇嘛师傅过来这边 帮大家加持啊念经 或者教导一些法智慧 一些智慧上的东西 对吗老板 我们其实除了燕工之外 我们还有做火工仪式 所以这个师傅呢 我们是特地从西藏请过来的 所以这个仪式呢很好 因为燕工的话 基本上就是消业障嘛 那你消了过后呢 晚上我们还有火供 所以火供师傅 就会为我们每一个人 独立的去加持这个能量下去 以往的经历 我们的顾客全部做了 包括我自己在内啦 我做了之后 我觉得好像很清 就很舒服啊 所以我也希望可以 很多人一起来参加 来一起来参加 你来不来 可以来吗 一起来参加 那你呢 一起来参加 好像呢有装备的人呢 就可以带着你们装备 来这边给这些喇嘛师傅 加持加持 如果还没有装备的人呢 就可以过来这边 就是去一个 可以故事结缘 老板娘去结缘啦 以往呢都非常多人呢 在IG那边 Facebook那边都找我 要我帮忙解决一些 学学上的问题 在这里呢 我跟各位观众讲一声 对不起啊 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忙 而且我也只是一个人 跟大家的时间都是一样 二十小时半了 然后就难得这个缘分呢 就八月二十五号 我也是会在现场 如果你们有疑惑呢 我也是会在现场 帮大家解决一些问题这样 然后也会在那边拍一些影片啊 然后可能也会访问师傅啊 也会教导一些观众 一些可能不时尚的一些问题 然后呢也有很多观众 要好奇这些装备的东西 比较detail的 比如说像这些天珠啊 水晶啊 一些羊蚱叉叉啦 我们就下一集那边见啦 好不好老板娘 没有问题 所以呢 这个影片呢就干多了啦 喜欢大家 也去多多support大家 Face 好 好 室 nos 好